首届闽龙杯国际预模大赛自全面启动以来 吸引了众多来自海内外的模特报名参赛 日前众多佳丽都在为即将到来的复赛积极准备着 看着一个个专业的模特自信地走上梯台 想必每个女生都很羡慕 然而在梯台上经常有走光或者摔倒的危险 那么就让这些颇有经验的模特给大家分享一下 他们面对走光摔跤等意外的补救措施 就是遇到衣服滑脱 可能用手就是会在不注意的情况下 然后用自己的方式来遮挡一下 应该就是在后台的时候应该把自己的衣服扎紧 或者说加一个扣子或者加一个憋针什么之类的 就让它固定一下 我遇到过那个鞋坏的情况就是断了 然后就把另外一只鞋扔出去 然后就是拼脚走 就是还是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 不会也很尴尬 就把自己状态做得最好 不用管其他的头发事件 模特看似风光的职业背后 却有诸多的无奈和心酸 为了抓住一举成名的机会 他们常常不得不向现实低头 有时为了生存 他们甚至不得不接受潜规则的考验 有些比赛可能会有 但是这次没有 我们是经过那个网站冒名过来的 据了解 首届国际预模大赛复赛的战火 即将于10月26日点燃 届时众多嘉丽将首度同台亮相 上演性感提台秀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